来好 来好 这球罗凯的防守起的质量非常好 齐齐的成功小学线 今天打到这局的上海队是从一开始 上海内容组队对方的12号 这篮房就一直是很成功的 在这一阶段里请 外援马索拉受伤了 对于在进攻端 依赖外援的杭州9号绿争队来说 这应该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或许钢天巫使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许钢天巫洛 走走这 有八家日本的那个 还有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些日本媒体过来报名 比如说NHK啊 共同社啊 还有独买电视台这些都过来了 无论是日本媒体还是中国媒体 所有人都想看看 刚天无事是如何在杭州九号绿城队身上 完成自己的巴萨理想的 开场之后 杭州九号绿城队把阵性迅速牵压 从前场开始 展开贴身的逼巧 不放过球场任何一个缝隙 在得球之后 展开快速的反击 刚天无事所要求的压迫式防守 对于球员有着极高的要求 他们需要具备极高的自主判断能力 同时还要有非常好的身体和技术素质 在这样的防守下 杭州九号绿城的进攻 一波又一波的展开了 在上半场的比赛 他们掌握住了主动权 但是 没能完成破门 陈中流上场 在钢田无事的眼中 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 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 但是 上场的时间里 陈中流只有四次传球 而随着队员的体力下降 战术也越来越难以完成 除了和助理教练小叶刚握手之外 钢田无事再没有理任何人 禁止返回休息室 非常重要 很重要 但是 我们必须试试在 做织 travaille 因为 我试 fix合一 Associ came 大家怎 and 看来了 我听到柄 对手青岛中能队在赛后宣布了消息 斯里斯科维奇得实际上架空了 这名刚刚来到中国的外交 没能实现自己改造球队的理想 0比3 第二轮联赛 刚天无视卷领的球队仍然没有进球 安打的队是深刻的队企与中国队的队伟 我々是有了一个试炎 对自己双方银的位置 それは比较多一点的 所以我们的根源 disgrace 我们从北京的试炎次页出 从北京上再創造来 在那里发我们的研究 想法 我々是在与其冠状 王一龙那个舍门我一挡回来了 新发现怎么样 什么时候绞的 昨天晚上 昨天绞 我们讲你绞头完了 重新找感觉呗 希望能带来好运 哎呀 重新找感觉那现在问题在哪 感觉不在我这 没有上门感觉 我们昨天就没事 穿来穿去 不大喜欢现在这套体现 有点不习 不习惯 已经有队员开始怀疑了 钢田武士在抓紧每一秒的时间 从南京回杭州的车上 钢田武士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 找到了之前的比赛录像 在训练上想更多的办法 当然 还要想办法让球员开心起来 把哨子交给翻译陵木 自己站到场上 钢田武士希望球员能更放松地展现自己 但是 未来的日子 能让钢田武士 也能放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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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过之后至少会对钢田武士在中国的这前半年有一个基本的大概的了解 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 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官方微博上跟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来看一下新浪的这位朋友 他的名字叫足球老男孩 说拼门精神是足球运动的魅力所在 赵元熙再次用行动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职业精神 这是中国职业球员应该吸纳消化的 我们一起为韩国铁人祈福 早日康复充满赛场 也祝中国足球天天向上 我们的记者今天下午也是到医院去看望了赵元熙 按照医生的说法 可能他一个半月才能够恢复 而赵元熙则伸出了一个手指头 意思是我一个月就应该能够充满赛场 这又是一个韩国的足球铁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腾讯网的这位网友 他名字叫徐孝 他说今年的中超提高了不少 引进高水平的教练和球员 带动本土球员的发展和提高 从而为国家队输业 希望中国的赞助商们继续强力支持 其实只有我们的联赛搞起来 中国人的世界美梦才指日可待 别忘了明天是六一 其实只有让我们的孩子们 更多的去享受足球 我们中国足球才算是 真正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今天的节目 让我们在联赛榜样当中结束 中超12轮最佳阵容 最佳门将来自上海身心流电座 最佳后卫上海身花秋天一 广州富丽唐淼 山东鲁能法比亚诺 广州恒大张林鹏 最佳前卫山东鲁能王永破 北京国安徐亮 广州富丽达为 北京国安王小龙 最佳前锋 广州富丽拉菲尔 杭州绿城法布里奥 本轮中超最佳球员 授予广州福利的拉菲尔 面对长春亚太 他独进三球 帮助本队大胜 在中国网络电视台的 网友投票中 超过63%的人 推举他为本轮最佳球员 本轮最佳进球 来自山东鲁能 王永破的世界波 在中国网络电视台 投票网友中 超过92%的网友 推举这个进球 为本轮最佳进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